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谢谢 谢谢 现场的观众朋友们 谢谢大家 欢迎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走进由私部集团 天使之妹面膜 独家冠名播出的 天天卫视大型情感节目 爱情保卫战 感谢海伦凯乐眼镜 对于本节目的特别支持 我们的天天圈再次的升级了 请在我与图磊和曲伟 两位老师的这个明星专区当中 提出你期待解决问题 我们会选择被点击 喜欢数最多的情感问题 为大家做解答 现在大家就可以登陆 各大安卓应用的市场 和苹果官方商场 来下载和升级 天天圈为你解决情感大问题 今天我们请到的是 心理师陶思泉 陶老师 欢迎陶老师 志际家园的高级副总裁 曲伟曲老师 欢迎曲老师 著名的演员 陶红老师 欢迎陶红老师 我们的爱情导师 图磊图老师 欢迎图老师 我们先看看第一队恋人 在他们的情感道路上 遭遇到了什么 各位请看 我和我女朋友是高中同学 从高中到现在 其实感情很深 从以前的一穷二白 到现在的 应有尽有 一路走来 其实真的很不容易 按说现在都三十多岁了 也应该结婚生小孩了 可是 我就看不明白他了 自从有了钱 每天都以花钱为乐 我现在真的很郁闷 真的不知道还能不能结婚 我越来越看不懂你了 人家不是说时间越久 越能明白对方吗 这一对到底是怎么了呢 来 掌声请出他们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郑33岁来自黑龙江 是一名工程硕士 女主人公小王33岁 同样来自黑龙江 从事的人事职业 来 有请 有请两位 他们手里提的密码箱 依然装置他们彼此 并不了解的一个秘密 两位愿意把你们的 这个秘密公开吗 愿意 我愿意 小片里说 你们谈了很多年恋爱 十六年 就一直不结婚 不是不结婚 刚开始的时候真的是一穷二板 都是皮脸 还感情 到现在吧 可以说有了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事业车 都有了 就是想结婚了 就感觉变了 跟以前就是不一样了 刚在一起的时候 确实是没有钱 特别知道节约节省 到现在来说的话 就是每年在购物各个方面 少数得几十万吧 是谁购物几十万 我女朋友 我先问一下 就是两位现在 现在是一种什么样的一种生活状态 你的钱归你管 她的钱归她管 不是 我现在的房产 车 包括现在公司 所有东西全都是我女朋友一下 等于没结婚 但是你所有的资产 对 管理全在她的名下 对对对 管得好吗 不好啊 不好是 就是花钱大手捞脚嘛 感觉这种铺装浪费 就是什么有用没用的 去一次就是几万 就很正常 完了就是标还没卸的裤子什么的 就是有的时候第二年了 没有用的就撇了 我又不是光一个人买 你身上穿的这一身 不都是我买的吗 就是你再给我买的话 对啊 我能买多少 你自己那块多少 那你又没有时间陪我 我肯定得消磨时间 然后我又不出去买 家里边储藏间都进不去人了 全是你的 储藏间里边没有我 对啊 那我需要有东西来消磨时间呢 你又没时间陪我 你要陪我的话 我就什么都不买 我就在家待着 我问问 您现在工作吗 有工作 干嘛老师每天要他陪呢 不是啊 他是不是光是白天出去工作 是一直到很晚 就是基本上白天晚上都没有时间 我觉得这样的话 我就心里特别逆反 我觉得你既然这样的话 那我就肯定靠一些东西来 消磨时间 花钱是吧 对 我不出去挣钱 你说怎么能到现在这样 如果让我花钱 和让他来时间陪我 我宁可选择让他陪我不花钱 你现在觉得花钱很有意见是吧 对啊 就是刚开始的时候 他说想弹骨针 我说买吧 买个骨针 一手腿都弹不会 然后说要皮吧 又买个皮吧 完了也是一手腿没整明白 完了买钢琴了 买钢琴买俩 那台钢琴是放在我妈那 放在妈那里 因为老师说弹钢琴的时候 不得每天都需要练琴嘛 然后就放在那边 去的时候方便练 练得怎么样 还行 一个月去他妈那四五次吧 顶天了 弹出来就行了 对啊 我觉得赚钱了 那用不着买两台呀 还干嘛了 我这么说吧 就是我脚干 你说我擦脚的是蓝扣 是有点奢侈了 那个一般都是擦脸的 它是擦你脚还是擦他脚 擦我脚 不是是我用过的 然后换化妆品了 因为女人都有这个时候用过的剩下一些 没过节 然后换牌子了 然后就 换成什么那个 不知道 然后就用来擦脚 你可以擦脸呀 你干嘛擦脚啊 我不喜欢那个味儿 明白了 对 他就用这个事来说事嘛 就嫌我花钱花得多 女生是每天都 他陪我就没有这些事情 你在逛街里找到了什么乐趣 你能告诉我呢 我就觉得如果他没有时间陪我 我自己一个人在家 我觉得很空虚 就像他说的这些 买琴也好 然后花钱也好 我觉得是找一点时间 给自己去做一点事情 要不一个人在家干什么呢 你觉得你就是自己发自内心地觉得说 我花点钱过分吗 我觉得花钱是不对 但是说我觉得我有一些理由 就像比如说我想原来在上高中的时候 我们高中就认识 在上高中的时候我们一起放学 然后出去逛一逛马路 然后上大学的时候电话呀短信呢都不断 工作起初的时候出去吃吃饭呢 然后逛一逛街看看电影 我觉得挺开心的 到后来现在过情人节连礼物都没有 就是给你钱 我就是既然你给我钱我就花呗 对吧 你用钱来填补我这些空虚 那我就花钱呗 也不是这意思 是啥呢 就是我给他买过那个项链 因为我不总什么上商场 就是买个黄金的那些项链什么的 我感觉挺好看的 完了他从来都没带过 我就感觉我的眼光也不行 你这是买啥呀 我就给你钱 他买的黄金项链是那黄金的 我知道我知道 那种 我就无纸那么粗的黄金 大妈的那种能带得出去 我还得经常敷衍 那我说你为什么不带呢 我现在问个问题 现在谁更不想结婚 我不想 我说实话想 你不想我能理解 是他不回来陪你 我是怎么的 我工地非常的忙 因为我不去完之后 天天来陪他的话 你说现在能像现在吗 车什么能开着房子 不可能 你是不是应酬很平凡吗 平凡 平凡到什么程度 一个礼拜四五次 一般应酬到几点 有时候实验症 有时候第二天早上 通宵不回 一周五天 差不多吧 经常的 甚至比这样还要堵 对 那你今天来干嘛来了 我觉得你其实想得挺清楚的 我觉得我们毕竟认识 十几年了 十六年她说的 对对对 其实还是蛮珍惜这段感情的 但是这种状况 我觉得好像是没有 什么必要再继续 但是觉得有一些放不下 你是什么时候 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要分手的 很久了 大概有多久 四五年五六年了吧 你了解吗 不了解 你害怕失去她 害怕 害怕哪部分 是因为所有的财产 公司的这些东西 都在她手里 是这部分 这个无所谓 就是我明天 我一无所有的时候 我还能变成这样 因为一点点打拼的话 我无所谓 钱对我来说不重要 其实我只是觉得 就是她现在就说 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我们在一起的时候 没有钱的时候 租房 各个方面这样的 到现在了 有自己的房子了 有自己的车了 反而变成了 就是大手拉脚了 一点不知道节约了 就是你花钱可以 在我心里说 你可以花钱 不是不可以 但是说你有需要的 你就买 没有需要的话 就是不用太买了 你认为她变了 对对对 喝钱不一样了 因为我为什么 出去打拼 我也不愿意 有时候喝的 那个回家开始吐 我脑子疼了 没办法 你们俩有谈过 孩子的问题吗 以前也说过 我挺喜欢孩子 就这种状况 下去我一个人带孩子 我肯定就带不了 他天天都不在家 我一个人肯定去 顾保姆 顾保姆 那我要你干什么 要孩子干什么 我现在我什么都不干的话 那你说咱俩宰起了 没有人说 你什么都不干 你最起码 对这个家得有付出 对吧 你让我感觉 得有你的存在 你每天都是 只会拿钱回来 然后又不让花钱 我在工地一天天 我这是累得要死 我这就是付出 也是为这个家付出 你光会拿钱回来 然后没有时间 在这个家里 放在这个家里 一点心情 那两位打断一下 就在你们这16年期间 大概提过几回 结婚的事 在什么时候提的最多 09年 那年发生了什么 那年 是开始挣钱了 还是 对 刚开始挣钱 我跟他说 等再挣两年前 攒一攒的话 我说咱买一套大的房子 完了我说 咱还有自己的家 大房子买了 买了 车买了 买了两台 钱有了 人就要没了 老师们看看 这段情感 应该怎么收拾一下吧 我们一起进入 丘比特问卷 我想问一下 小美女 如果对面的那个人 她不做公司了 去找一份工作 每个月可能三千块钱收入 然后她有大把的时间来陪你 你愿意吗 我愿意 不是说一定需要大把的时间 但最起码我能感觉到 你在乎我 然后在乎这个家 她要做什么 会让你觉得 你是被在乎的 就不用说你天天 每天都回家 男人有应酬是很正常的 一周七天 你最起码你在家 三天 两天 或者四天 这样的话 我也可以接受 你不能是每天都出去 而且应酬到半夜 我真的接受不了 我一直在想一个问题 为什么消磨时间 一定是要用购物这个方式 也不是光购物 你看我就想弹一弹琴 或者学一点什么 这都是我的一个方式 再一个这个 可能是一个是消磨时间 再一个就有一点 叛逆的那种想法 所以你只是要用 花钱这个方式 来报复他一下 有会有 对面的那个人 你听清楚了吗 十六天 我听清楚了 十六年 没能够结婚 这里一定有很大的问题 或者说很多的问题 钱只是一个表象的东西 根源在你 男人的责任是什么 除了赚钱养家以外 他还有责任去关心家人 共同去做家务 一起去享受两个人 在一起的这个时间 甭管你多忙 甭管你挣了多少钱 这一点如果没有的话 你们之间就出现了一个第三者 那就是钱 我们可以从花钱的方式 以及力度 可以看出 钱在于女孩面前 在她心里是多么的轻 又多么的重 轻在于她花钱 这是挥霍 但是潜意识里 她有一个什么动机 把她当成情敌 我们两个这么多年在一起 其实说白了 就是为了多挣些钱 然后买到自己的房子 有自己的家 这个也可能是你们 开始达成的一个协议 但是现在一定不是她的想法 她希望是两个人在一起 成一个家 然后共同去挣更多的钱 你现在把挣钱当成是 爱她的方式 包括成为了表达的方式 你以为你去买一个金项链 她不喜欢你就不去做了吗 你其实不用去花钱买 你去用心去做一个 可能并不值钱 别人看来并不值钱的东西 但是她拿到之后 她觉得你是在用心送她东西 我也去了 我也用心了 我感觉挺漂亮的 做的明显不够 你说了 你买过一个项链 她不喜欢之后 你今后就直接给她钱 让她自己去买 你现在钱是多了 但丧失最关键的 表达爱的这个方式 没有了 一周能有几天在家 陪她跟她沟通 没有了 你们之间爱已经是没有 所以钱就是情敌了 说实话我也想 但是工地那块真放不下 打个电话 我们发个微信 都可以去沟通的 关键在于你心里 还有没有她 或者说你心里给她的那个位置 还足够足够大 每周有两三年是在家的 你真觉得我们要 真量化这个数字吗 我达到两天在家 我就是足够的爱她吗 你真是这么觉得吗 我如果真是这么觉得的话 还是在做交易 我们干嘛要去衡量 用钱去表达爱呢 用你的心去就好了 这是你的问题 她也有问题 第一 这么花钱 我觉得花钱无度 是非常错误的 这些都是老公 非常辛苦地挣来的 第二 还是表达方式 对方已经这么忙 还在为你准备了礼物 你居然就把它搁在那 你表现出来一定是不喜欢 是只有这一次 你至于伤了她一次 肯定还有很多的是在伤的 你们相处 如果真想走下去的话 16年不容易 真想走下去的话 你一定要去体谅她 她是怎么想 她的感受是怎么样的 去争取得到她多爱 同时多付出 你现在给她 交心就好了 我们不要谈钱交心 其实这是现如今 一个普遍现象 就是大家都在忙 都在工作 都在疲于地去做 所谓的事业 而忘了去跟家人团聚 比如说我的那个电影米香 我当时去做后期 其实还是对我震撼很大 当时我很着急 就是外国的片商 有一个电影节 就特别想要我的片子 说你赶紧加班 因为我是在法国做后期 哎呀我急得不行 我就跟那个剪接师 还有他的助理 我就跟他说 我说能不能帮我加班 我给你付多少倍的薪水 都可以 你请你帮我 尽快地完成这个电影 这个电影节 对我非常重要 他就说跟我没有关系 他说周末晚上 我必须要陪我的儿子女儿 还有我的家人 要去哪哪哪度假 钱对他来说 不是最重要的 这份爱是最重要的 哎呀当时我就会觉得 做法国女人 会很幸福 这是我们现在所缺失的 一种东西 的确是 就从他们身上就看到了 每天晚上 那么晚回来 你想一个女孩子 她会怎么样 是吧 是 互相都拧吧 是不是需要有一个桥梁 和一种解决的方式 和心态 大家都互让一步 然后互相去迁就对方 这样才能走下去 16年就这么结束了 也不可能 要不然你们也不会到这儿来 我听他们这个事 我心里听得挺酸楚 能同甘不能过 是 是 明天晚上 没关系 主持人 优优独播剧 女子 想 我们 也要 你 一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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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能够回去陪陪她 因为如果有哪一天 就像你们这种16年的情感 如果有哪天就是因为了钱 给弄得两人之间就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的话 我想那个时候肯定是最伤心的时候 我们应该时时刻刻地来反省自己 钱到底是为情感 为人服务还是唯一的表达方式 钱是生活的必须品和物资 但绝对不是幸福的充分条件 很抱歉 我特别地处理 我开始我就在这儿假模假式地拿眼睛下来 我怕旁边人看见我再哭 我以为我在擦脸上的粉 到后来我实在压抑不了 我特别害怕你们分开 祝你 谢谢 我也是觉得高中开始这种同学 这么一路走来分开来 真的心里挺难受的 挺挺难受的 我觉得有的时候生活我们需要放下 我只是觉得现在正好是有这机会 能多挣些钱的时候 尽量多挣些钱 但不一定明年或者什么时候的话 工程什么什么都算也没有的话 我就是跟你一样想的 当年是说你想劳动 劳动的未必有钱 现在你只要动动嘴你就能有钱 但问题是在于 如果说挣到了钱 这个却没有了 你是最伤心的我告诉你 这个东西怎么钱也换不来 因为说就换了这个女人 再换任何一个女人 再从你从零开始 陪你这样一路走来的人 不可能有 说心里话是 听您说完这话的话 其实感觉太一样了 放放吧 都放下一些东西吧 女生 我觉得 大概是不是中国女性都这样 明明想要A 老说我想B 明明希望你说一两句贴心的话 但是你不会这么表达 其实挺容易 别想那么复杂 16年不容易坚持下来好不好 来两位请换箱子 请回吧 谢谢您 来请关门 我们看到了一对交往了16年的情侣 在感情道路上 面临了非常大的一个困惑 大家平心而选 就是在这一组关系当中 会被对方放弃 请选择赞成 不会为对方放弃 请选择反对 平心而选 来 各位 请选择 现场有70.59%的观众说 我会放弃 29.41%的观众说 我不会放弃 我来问一问 会为女朋友放弃吗 反正我心里觉得我会 因为我就性格是那种 比较顾家的人感觉 再问那位 是单来的还是一对来的 女朋友 谈多久了 半点 会为女朋友放弃吗 事业 我会尽量让自己 达到一个不至于这么两难的地步 怎么做呢 还是希望和她可以自己 就是一起努力 然后让爱球和事业都可以达到一个 如果爱情和事业真的发生了冲突 选择什么 更多的是事业一点 更多的是事业 女生的选择呢 我要是替她考虑的话 她事业为重的话 我也支持她 但是我也相信了她 她会兼顾这两方面的 好嘞 谢谢你 接下来我们一起来数五个数 看看这对年轻人 自己的选择是什么 5 4 3 2 1 请开门 好啊 还矜持什么呀 抱一下抱一下 得多久没抱呗 感受一下 你们俩抱着啊 感受着 自己写的自己念 从高中到现在 你送我的所有东西 包括现在已经坏了 穿不了的衣服 我一样都没有扔 一直留到现在 这里面有一个头卡子 不知道你还记不记着 钱不能代表一切 我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我永远都不会把它扔掉 其实今天是我录爱心保卫站 四年来最高兴的一天 我觉得我最需要保卫的一段爱心 保卫下来 而且今天是我的第一次 我从来没在这台上哭过 我今天实在压抑不了 所以我特别希望你们好好过 好好过 谢谢老师 来 有请我们的小花童 来 有请 来吧 谢谢啊 可爱吗 可爱 看一下 要抱抱吗 太喜欢了 这个呢 太可爱了 抓紧吧 看别人家的娃可爱 那是别人的 这生活小人生 感谢科沃斯机器人提供的 价格2500元的擦窗机器人 窗宝730一台 你好好地求个婚吧 这事赶紧办了 别再拖了 来 我们一起来见证 他们的浪漫 而神圣的求婚时刻 楠楠 风风雨雨16年 我 用你曾经跟我说过的一句话 山舞龙天地和财感的命 嫁给我 我知道我应该怎么做 然后我也不能要花钱了 多一点时间来陪我好处 好 谢谢 谢谢 结婚的时候通知我们一下 特别要通知图老师 为你们都哭成那样了 是 其实我哭是哭 我真想到了我以前那段事 你知道吗 明白 结婚的时候通知他 好 到这一定 谢谢你们 谢谢 祝幸福 祝健康 来 请回 祝健康 祝快乐 由他们而形成了今天一个 大家关于事业和爱情两难的 一个小讨论 这个倒是挺让人高兴的 不是说这个结局高兴 是说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 我们真的做到了交流 男生和女生都把自己的很多心理话 也算逃得出来 我觉得这个东西是最重要的 接下来这一段 还是要请四位老师费心 看看你们怎么帮助他 我们来看这一对嘉宾朋友 碰到了怎样的困难 我男朋友对我好的时候特别好 对我不好的时候 我很难以理解 我非常非常爱他 我真的离不开他 可是他总把我对他的好 当成理所当然的 我真的非常委屈 如果不能好好在一起 就请放过我吧 我不想像一个龙子脸的鸟一样 被他死死地看着 只要我喜欢你一天 我就一定不会放你走 如果再这样下去 我是真的受不了了 这对情侣碰到了什么样的情况呢 要把放手视作一种爱 掌声请出他们 来 掌声有请 男主人公小勇31岁 来自湖北做医疗气线 女主人公小勇26岁 同样来自湖北 是一名网点的老板 来 有请有请两位 他们的手里还是拿着那支 装着彼此并不了解秘密的密码箱 愿意在这个现场把这个秘密公开吗 愿意 愿意 他恋爱多久了 三年 现在谁要分手啊 他要分手 你不想放手是吧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在这三年之间 彼此都付出了很多 比如说我的手机是24小时开机 只要他有什么事情 我随叫随到 比如说他工作累了 他要我去接他 我马上就打个底子 就飞奔到他那儿去 晚上一两点钟 他心情不开心 就给我打电话 我一定会听他倾诉两三个小时 按他这个说法 你不应该离开他呀 为什么要分开呢 他之前说的一直是对的 他给我送饭 然后过来接我 这点对我很好 可是后来我越来越发现他变了 他爱上了玩游戏 他每天在游戏里跟别人管老婆 然后老公叫得很亲密 这点我觉得我有点受不了 对不对 在游戏里怎么了 他玩游戏 然后他私底下加别人微信 半夜三更的跟别人理来 我网亲亲我我 我输过他了 他不听 他说的有点夸张了 主持人不是这样的 我得解释一下 其实我本身也没有任何的不良嗜好 我也不抽烟 也不喝酒 就是喜欢打点网络游戏 那些网友 当然大家一起组队打游戏以后 肯定比较熟悉了以后 我们就随便用一点昵称啊 老公啊老婆啊 其实我们不在一个地方 也不在一个城市 面都没见过 说白了就嘴上痛苦痛苦而已 那你有几个老婆呀 我只有他 我的心里 不 不是 你那队里有几个老婆呀 就那么一个 有几个女生管你叫老公啊 怎么可能很多也是一个 哦 那看来关系不一般嘛 难免人家想路飞飞是不是 后来我们也没叫啊 后来就加微信了 我跟他说 我说你们不要聊了 半夜上跟海流游戏啊 他说12点钟等装备 后来我跟他说 我说你不要跟他联系 也不要玩游戏了 玩物上次 结果我后来发现怎么了 他把名字给改了 换汤不换药 接着孩子聊 姑娘受不了了 那游戏能不玩吗 游戏我可以尽量少玩 但是不能不玩是吧 因为我觉得我没什么其他的爱好了 如果说要不然的话 除了工作就是这个了 但是这些爱好老到外面 找老婆这些爱好就不太好了吧 后来也没这么称呼了 所以我就换了个名字 后来叫什么呀 有的时候开开玩笑 叫雪甜甜什么的 哦 这受不了是吧 主持人我有话要说 您还有话说 你说 他也有男闺蜜 如果他要这样说 我也觉得心里有嘎嘎呀 他有男闺蜜 对啊 那你说说呗 有一次我就去接他 结果他那个店里就有一个 他所说是他的朋友 我一进去的时候 他们俩在一起看照片 很近 就像脸贴着脸一样 等那个人走了以后 我就跟他说 你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 他说就是男闺蜜 然后我就说 那真的像人家网上说的那样 你这男闺蜜蓝颜知己 蓝的蓝的我 这儿可能就绿了 这个事情我就特别受不了 因为你想那个距离 脸都快贴成脸了 我觉得这不像是闺蜜 其实这里我有话说 我觉得跟男闺蜜两个人在一起 看看照片什么的 我觉得没有什么 总比他在底下暗度成仓了好吧 可是我跟人家面都没见过 哪有什么暗度成仓啊 两个人就互相咬 吃吃点事是吧 还有不光他有男闺蜜 他的女闺蜜我也特别怕 他们没事就是晚上一起 今天去喝茶 明天去K哥 一玩就玩到十一二点钟 总是讲一些没有营养的问题 今天说什么衣服好看 明天说哪个高级的包包 配戴着身上应该怎么样啊 那女人在一起不就聊这个吗 你指望他们聊什么有营养的呢 他开网店他做生意 起码可以想想他的这个网店 怎么经营的更好啊 应该买一些什么样的货好消 我不是下班了吗 他跟他们在一起以后 他整个人变奢侈了 比如说他买的一个包包 几千块钱 他一个月也就挣几千块钱 用个一两个月 不愿意就放到那了 然后后来就最近吧 他觉得又想买一个更好的 他就找我接了一万块钱 什么包啊 又要一万块钱 那我当然觉得有点受不了啊 主持人 这个事情我特别委屈 那一次 为什么我要找他接一万块钱 是因为我进货 后来有问题 亏了 我没敢跟大家说 我找他接了一万块钱 我去补货了 你自己说说 我的鞋子包包衣服 我什么时候找你用过一分钱 他刚才说 他没花过一分钱 但是实际上 我们在整个交往的三年过程中 只要是出去玩啊 看电影啊 吃饭啊 还要出去旅游啊 还不是我出钱 再说了 他每回过生日的时候 我送给他的礼物啊 什么金项链 戒指啊 耳饰啊 还不是我出钱 我也没让他掏一分钱啊 不是 那你什么意思呢 但我的意思就是说 他不应该那样说 好像我就完全是一个 特别抠门的男人 我是吗 这不抠门嘛 你说哪个谈朋友 不给女朋友买点东西的 他每天像复读机一样 在我面前叨叨叨叨叨 后来我跟他说 我都算了 我受不了了 我把一万块钱还给你 我们分手 他分手可以啊 总共加钱你还我十万 有这样的道理吗 我当时是生气 说的气话 因为他只要情绪一激动一点 就是跟我说分手分手分手 时间长了 我就越来越急躁 我肯定当时也就话赶话 就说我借给你一万 你还我十万 你这会怎么不话赶话的说了呢 你就话赶话管得很好啊 我说的是个气话 对 他是说了气话 然后我说不管是不是气话 我今天想跟你分手了 我说我要走 他扯我 他扯我一拉 一推 然后我的手全部都磕到地上 全部都流血了 他管都不管我 然后最后你知道吗 最后他把我反锁在家里 这个事严重了 当时他又说跟我分手 不理我了 拿着手机就往外冲 我只是拽他 拽他拽不住 然后我就用力一拽 拽得过猛了 他就滑在地上 把手磕破了 结果他就为这事 他还到处跟他的 那些女闺蜜打电话 说我打他 好像我是一个暴力狂似的 那你为什么把人锁家里呢 当时我们俩吵得 已经晚上凌晨一点半了 你说他一个大姑娘 然后他也不跟我说往哪走 他就往外冲 我当然怕他出去出危险 怎么办呢 所以我就把他锁起来 其实也没锁多久 就过了几个小时 我就把门开了 这个问题 我一定要回答主持人 你说锁我多久是吧 我在他家里 发现一部旧的手机 然后我冲好电 给我好朋友打电话 然后好朋友过来救我 苦口婆心地跟他说 要他开门 他不开门 锁了简直是 从晚上一直到下午 才开门 从第一天晚上 一直锁到第二天下午 对 那个时候我真的是 铁了心要跟他分手了 是时间有点长 但是我也没去哪儿啊 他在里面 我就在外面站着呀 而且实际上我特别痛恨 他没事就跟他的女闺蜜打电话 然后他的女闺蜜 就你言我一语 你言我一语 本来我们俩很简单的事情 就被搅得稀里哗啦的 那那个事后来怎么解决了 后来我好朋友 把我救出去之后 最后门是我开的 怎么能用救呢 这能够叫救吗 我觉得用救这个词是对的 你接着往下说 救了之后呢 救了之后 我说我不想跟他再起了 他们说出去散散心 让我去厦门 他硬是不停地追电话 不停地问我好朋友 结果活生生地从火站 把我给拽回来了 你没报警吗 没 我觉得是他理会他心虚 他干什么事是他心虚啊 你想他要出去旅游 又不跟我说 男男女女去厦门 大家都知道厦门 著名景点古浪语 那么浪漫的地方 他容易跟那些其他的男的女 擦出火花 还跟那些男生 那是 狭隘 所以你把它弄回来 你认为心虚是吧 我说你就算把我拉回来 我心也不在你身边了 太大乱主意 太自以为是了 我说我们还是分手吧 我说之前那个钱 我也还给你 对吧 然后他说一句 这样分手可以 我把我们的私密照 放到网上去 让所有朋友都知道 看你怎么分手 还有私密照啊 不是 我所指的 也不是什么私密照 我所指的私密照 只是说比如说两个人 拥抱一下接吻一下 或者特别亲密的 这样我发的 然后其他的男生 心里就会有点疙瘩 也没什么特殊的私密照 你怎么能想出这事的呢 不是 我只是这么样一说 其实我本人是一个 隐私感很强的人 比如说人钱 我想拥抱他一下 我都会觉得很不自然 你就是说什么就而已了吗 确实也没有做 因为很多事情都是 我们两个单独 他就是说了一下是吧 他就叫威胁 最后我说 通过那么多事情 我是实在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我说不管你说 把私密照放到网上 反正不管那样 我也无所谓了 你别用私密照好不好 好好好 结果我说 这个时候我分定了 我真的不想跟你在一起了 我说什么事情 你都管着我 比如说星期一星期三干什么 一定要干什么 几点钟到 一定要几点到 他把他的人生官 放在我的人生官上面 一定要强加给我 我说我们俩还是分手算了 结果他说什么 分手 我就找你家人 每天到你家 找了吗 不理你 找了吗 就快找了 所以我现在上这个节目 就想要大家给我一个说法 因为我觉得他说了出来 他一定做得到 不然他不会把我反手在家里 还拉着我手机 他刚刚说了 我还没找 再说我每次见你爸爸妈妈 哪次不是彬彬有礼吗 如果我再跟你谈下去 你是不是就要找到我家里去了 我找他们 也是找他们好好谈一下 挽回我们呢 我能对他们怎么样呢 我对长辈是很尊重的 你在心里还有他吗 有 你在心里还有他吗 一点点一尘的感情吧 这事应该怎么办呢 四位老师 你们出场吧 一起进入秋比特问卷 男孩心里可能困惑一个问题 我对你这么好 为什么要分手 你基本上没有理解 两个人在一起 这是双方感受的问题 真正的爱 发自肺腑的爱 是不会寄回报的 看不出哪个非常深爱对方的 男孩心里会算计得这么清楚 我为你干了什么 如果要分开 你一定要是十万 这完全是一个交易 这不是爱啊 爱一个人并不是说 以自己舒服的方式去爱对方 而是让对方能够接受 并且感到舒服 也就是说 爱对方不是你的感受 而是他的反馈 最重要 还有 一旦不爱 双方都是有权力可以离开的 囚禁 还有威胁 这些手段你觉得有用吗 所有貌似你抓住了对方的把柄来要挟对方的事情 那能是爱吗 那是一种胁迫 你能把他去和朋友准备去旅游 从火车就给拉回来 这是多么的自私 你根本就没有为他着想 那只是你假想的 在那个旅游的地方可能会发生什么什么 但是你根本就没有顾及他的感觉 你还觉得这是爱 如果真是这个女孩要离开你 请你一定不要再用极端的手段去阻止 尊重他的 或者说尊重你们曾经有的那份爱 别让大家鱼死网破弄得非常难看 刚才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件事 就我们经常会在一起讨论 就是无论这个关系有多虐你 多让你痛苦 但是 如果你肯一层一层一层向下看下去的话 你会发现这个是你自己需要的部分 然后你一手创造了这样的一个结果 在他们两个人的互动过程中 有一个小细节倒是 很好的去解释了 你痛恨别人的 有可能是你自己身上的一部分 比如这个女生说这个男生 老公老婆啊什么 这些界线是非常不清楚的 其实这个问题同样的出现在 这个女生的身上 和异性的交往这个过程中 界线是非常模糊的 那一个小例子 我想类似这样的事件 在他们的交往过程中 应该还会有很多 这个结果可能是你不想要的 让你觉得不舒服的 但是它一定是你内心深处 很需要这样一个状态 你一手创造了现在的这个局面 我觉得去指责另外一个人 在这儿去判断谁对谁错 是没有意义的 真正有意义的是来反思一下 我是怎么样把这个关系 一步一步带到了现在的这个境地 女生的闺蜜 不一定只是说了男生的坏话 肯定也说过好话 对吧 一半一半吧 请告诉我 你的闺蜜在你身边 说了哪些男生的好话 说她很上进 很有泪涵 然后有时候 她就是一定要我做什么 做什么 我总是不听她 其实她也是为我好 要我想一想 所以说你的闺蜜 其实在你面前 并没有一脉地说 这个男生不行 而且你闺蜜给你的 这些所有的判断 对于你对这个男生的判断来说 起了很重要的支撑作用 看了半天下来 其实我觉得你是一个 完全凭感觉形式的人 你大概不会有太多的理性判断 比如说 我们说小人的逻辑 是破格获取 因为他不敢跟 同样正常的人 站在同一条吉保线上 去追求一个女生 所以他所使用的 基本上都是小人这句的 不择手段 比如说 孤立你 比如说要到你父母家去闹 比如说逼你还债 比如说要发你们的私密照 他全都是小人这句 见不得光的手段 但他为什么会这样去做 其实在他的内心深处 他是有一点小慈悲的 我相信你在他面前 可能很少夸过他 但是 陶老师说那句话 其实我觉得还是蛮有道理的 比如说 从火车站把你给摘毁 如果说这件事让你甚为愤怒的话 你甚至会在当地吵 当地闹 甚至拔腿就跑 把你闺蜜叫过来 把你掳走 但你没有 你老老实实地回来了 我是怕落开了不好意思 不不不 如果人真的愤怒到了一定的基点 觉得辱没了我的尊严的话 是不会怕所谓的影响 因为是你在受伤害 不是你在造成伤害 你为什么怕 其实你自己内心 潜意识当中 你蛮享受着 所以说像这一类的男人 最大的魅力之处就是 可以让女人在最后一刻 安慰自己 他还在乎 虽然他极端 但是我是他的唯一 这一点恰恰是你们 最享受的部分 所以说你今天要有一个 自己的主观判断 好好的判断 你到底自己在 没有闺蜜的支撑之下 能不能做出真正的决定 而你不要再做小人之举 哪怕是今天分了手 我最讨厌那种 跟人家吵着一架 马上找父母报告状 然后又威胁别人 虽然你总是说 我威胁 我是说说而已 我告诉你说 恰恰证明你这么想了 所以说差不多就行了 就这样 我就再问一句 真走了你会做小人之举吗 还是真的也就把手放开了 我不会做小人之举 但是我会做最后的努力 你只要不犯魂就行 一起进入黄金60秒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这三年中间 不光我付出了很多 我想你也付出了很多 不管是金钱 精力还是情感 我希望你再给我一个机会 我们一起再努力吧 好吗 我们在一起三年了 之前你对我的好 我都历历在目 可是到后来 就像图雷老师刚才说的 我是享受 可是我也害怕 我怕以后 我不知道再怎么面对 不知道你会不会改 所以我想考虑一下 你能再试一下吗 如果能改掉你之前的缺点 不再威胁我 威胁我家人 依然之前对我好 我就考虑一下 能吗 我会尽我最大努力的 来 请换箱 谢谢两位 两位请回 来 请关门 各位请拿起手里的表决器 看好这一队吗 看好请选择赞成 不看好请选择反对 来 请选择 现场有21.43%的观众朋友 看好 还有78.57%的观众朋友 不看好 我们听听大家的意见 来 姑娘 看好吗 不看好 她们要继续走下去 现在这种状况 太不成熟了 没有办法地继续坚持下去 你现在什么状态 恋爱中还是婚姻中 结婚两年了 哎呦 老公是吧 来来来 麻烦起立一下 老公看好吗 我看好 你看好在哪呢 对 因为他们两个人 很明显还是互相相爱的 而且这些问题 都不是原则性的问题 谢谢 最后来看看 他们自己是怎么想的吧 五 四 三 二 一 请开门 这结果吃惊吗 有点吃惊 来 跟人说再见 其实我不想跟他说再见 我真的不想放手这段爱情 你看着他那么走的时候 你是心疼他呢 你还是生他的气呢 其实都没有了 在那一个瞬间 就是他那样去 这么年轻的一个孩子 这样一勾背 那么一走的时候 你心里面什么都没有 你心里面有的就是 祝这对年轻人 都会获得自己的幸福 也许他们在一起 是一种幸福 也许他们分开了一种幸福 总之他们幸福就好了 接下来的时间 当然是留给老师们了 一起进入爱情绑生期 同事和霸道 不可能挡住爱人离去的脚步 所以该分手时就分手 控制与被控制 在爱情生活当中 就像猫捉老鼠一样 在初期会有一定的情绪 但长此以往 猫真的认为自己是猫 老鼠也真的认为 自己就是老鼠 在这里要感谢 海伦凯乐眼镜 对我们节目的特别支持 感谢私部集团 天使之妹面膜 对本节目的独家冠名播出 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谢谢大家